大家好,我是史瑪,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土地雲 我們土地雲可厲害啦 地獵先制之爪土地雲 地獵有30%的機會命中 先制之爪有20%的機會發動 那10%呢? 就是我們把藝的折扣啊! 想收藏一些日版PTCG 就到美嚕卡里 搜尋一下 Pokemon Card 雖然我這PTCG不怎麼了解 但是我看到這張卡 好香啊 Ericaの招待 沒玩PTCG的我看到都有點想買啊 還有這張瑪莉的驕傲啊 哇,還露肚脊 而且是我們PSA鑑定10分 那如果想買卡包也有 就到我們Yahoo購物 搜尋一下Pokemon Card 這一次我們151最新擴充包也是有 那為什麼說很好康呢? 因為我們台灣會員有限定優惠啊 你知道買2公斤以內空運國際運費免費 購物滿4000日元 代購手續費免費 而且4000日元換算成台幣 1000塊都不到 主播啊我沒玩PTCG怎麼辦 總會有喜歡的動畫或是VT吧 各式各樣的周邊商品 百譯也都買得到 而且除了ACG以外 也可以買鞋子 衣服 包包 手錶 相機 日本各大購物網站的東西 你都可以從百譯買得到 Amazon ZoZoTown 樂天 雅虎 梅度卡利 現在只要點擊留言處的連結 加入會員 還有10%off的折扣優惠券 又想買什麼東西 就趁這個暑假的優惠 趕快買回來啊 第一場呢 我們選擇再相信暴雪王一次啊 先上暴雪王 開開看極光木 看是不是極光木在搞 第二隻就我們主角土地 最後一隻要貓老大上去噁心對手啊 我原本以為他會先出鋸斷將才不出貓老大的耶 就先出了岩石鋸 我們就不先開啓光木啦 直接絕對零度 因為他第二回合可能會用守住啊 給他一個措手不及 第一回合應該是用炎烟 完了沒有中 真的是炎烟啊 效果絕佳 但是不是很痛 那他看到我絕對零度了 應該是會想要用守住啊 然後用炎烟扣我的血 所以我們先換上土地雲 土地雲有地裂 也是可以打岩石鋸零啊 這個人應該沒這麼很會又打炎烟吧 而且我們威嚇也是有用的 我還真的打炎烟了 這樣的話應該是還好啦 不是很痛 果然沒有很痛啊 後續傷害可能比這一下還痛啊 嗯 差不多 那我們就打地裂過去啦 雖然他可能有守住 我們先制之爪也擋不住守住啦 唉唷 沒有守住還中啦 哇 厲害了土地雲 竟然沒有守住 這個人是很冷耶 要一直打炎烟打下去喔 第二隻是巨斷漿 我們土地雲可能要先換下場啊 因為現在是被炎烟狀態 每回合都會擴血 他是氣球 所以我們地裂也碰不到他 那這樣剛好 我們先換上暴雪王 拍弱 把我紋油狗拍掉 還要害 真是出來賽都要緩的耶 沒關係 我們就一樣先開極光木 哇 他有距離錘喔 哇 那我人沒了 我以為他是 隱形岩電磁波那一種耶 我們再換回土地雲威嚇他一下 而且他現在不能用距離錘 距離錘兩回合只能用一次 雖然他是有氣球 我們地裂也碰不到他 那好險我有帶一個P瓦 先用P瓦加減P一下 把氣球打破 圓桶阿 可以降低一階的攻擊 不過我沒差 P瓦阿 可是先把你氣球P破 我們的目的還是要地裂阿 那我們先至直爪跟地裂 看能不能同時觸發 有6%的機會觸發了 完了 同時命中是6%阿 哇 自立錘P下來 好險不是很痛 而且他下回合也不能用距離錘阿 所以我們應該還有兩回合的機會啦 喔 又速發先至直爪了 那有沒有機會地裂 完了 要同時命中好像有點難耶 嗯 拍羅 完了 他把我先至直爪拍掉了 那我速度不知道有沒有比他快 就看他有沒有加速度了 還是比他快地裂裂中了 還是比他快地裂中了 看來地裂的機率有準阿 三下中一下 但是先至直爪 連續兩回合觸發好像怪怪的 最後一隻是花捷夫人 那我們就一樣 打地裂阿 沒意外的話速度比他快阿 都還有一次的機會 OK 地裂又中了 不知道什麼已經打到地裂中 是稀鬆平常的事阿 一擊必殺 那就感謝直爪了 第二場呢 我們一樣再給暴雪王一次機會阿 因為上一場沒開到極光木嘛 然後一樣是噁心流貓老大 跟我們的壓軸主角先至自抓土地雲 這有第一隻P斧螳螂 那應該會炎斧先打過來阿 暴雪王被炎斧打了雖然是兩杯 但是我們極限防禦再加上雪天對下雪 又提升50%物防阿 所以應該是扛得住 喔 結果炎斧沒有中 那這樣更好 率先開出極光木 舒服的 那我就先換上貓老大好了阿 換上貓老大阿 還有機會可以躲掉喔 開始噁心對手 加上毛皮大一 但是沒躲掉了 但是確實蠻癢的阿 我們就先電磁波一次 然後開始畏縮他 不覺得我是兩倍 哇 怎麼會這麼痛 我以為我極光木開下去之後 再加上毛皮大一 又是極限防禦 不會這麼痛 看來他的特性還是差蠻多的阿 我們就二隻波動 已經超他車了阿 看起來還行耶 哇 但是沒有衛縮還是這麼痛阿 那可能會有人問說 阿不是要玩土地雲嗎 怎麼不直接上來地裂 我們要讓對手吃一整套的套餐阿 先畏縮一下阿 好 畏縮了 雪不下了 但是極光木還在 欸沒有 極光木也消失了阿 那沒關係 我們繼續二隻波動 這一下應該是可以帶走他阿 沒有說 先讓他體會一下 被畏縮的煩躁感 待會就是等待死亡的恐懼感阿 又是雷吉愛樂奇 雷吉愛樂奇我們也不能對他打電磁波阿 所以我們換回暴雪王 扛電系也是兩倍 兩倍抗性阿 我們就一樣上來開極光木 最後一次測試阿 看到底是不是極光木在搞 我真的放極光木的時候 不管是地裂 還是 雷雷雷都 都沒有中過 他是帶生命寶珠 打我不是很痛阿 觸發文幼果也很舒服 那我們就先打一次極光木阿 他就算太金兵太金爆發 打我們應該也不會很痛吧 話一講完真的要太金化了阿 不過我們是帶太金水阿 也可以來扛一下冰 不然是冰太金 我遇到雷吉愛樂奇基本上都是冰太金阿 但會很痛嗎 也是沒有加倍的阿 也是沒有加倍的阿 還蠻痛的阿 怎麼會這樣 我們現在極光木開出來之後 就打我們更癢了 那我們再來個太金水 那觀眾說我這個楊獸用太多 泡楊獸耗盡阿 所以我們就打普吉阿 普吉也可以收掉他 我這個人還是很節制的 反正普吉打中了也是一擊一殺嘛 沒什麼問題阿 想不到吧 太金水 太金水呢 康兵 就是兩倍減傷啦 還有極光木 蛤? 他怎麼打普特替換 蛤? 欸 阿我不太金化你不就打不死我了 玩了阿 遇到瘋子阿 然後忍這樣子玩的啦 但我太金化美了欸 是你美容阿 我們再換回貓老大 先來個電磁波 這是你比我的 電磁波完之後 讓你一直不能動 然後最後我們再用土地雲地裂來收掉對手 你們速度確實比他還要快 你們速度比愛樂奇慢阿 所以這個時候先上來 哇 結果 沒有麻痺 我也OK啦 這樣就夠了 其他的 就交給我們土地雲了 在鋪擊的通常就 不是特攻型阿 他可能有 閉關 那你閉關你的阿 我地裂我的 而且我們現在極光木還在 完了 可能就是極光木還在 所以我們地裂不會中阿 唉唷 麻痺不能動 有沒有 這個就是等待死亡的恐懼感阿 學不下了 但是極光木還在 我們就繼續地裂 唉唷 速發心智之爪了 6%有沒有機會 沒有 不過20%觸發阿 再加油阿 這個地關 也可以用了 沒有麻痺 等一下你知道我有地裂 你還堅持要用地關阿 那你也是蠻特別的 那我們就繼續地裂阿 地裂中了 為什麼極光木一沒有地裂就中阿 看起來極光木是真的有毒阿 一擊必殺 那他就剩下愛樂奇阿 愛樂奇是太金兵 打我是4倍嘛 因為我們太進化也沒了 所以先制之爪呢 不能觸發很關鍵 那像我前面說的 我這個人很節制阿 我們就打P瓦就好了 P瓦P到也是一發帶走 我們20%的先制之爪 只要觸發一下就好了阿 不求6% 好那我們第二場呢 就直接出土地雲阿 不要再用對手吃一整套套餐阿 有點難阿 再來就是極光木 這個任務確定是內鬼阿 我們說普斬將軍來打對手的鐵包袱 最後一隻古劍爆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讓6%觸發 同時觸發先制之爪 然後地裂又命中 機會來了 鐵壁板不管是電系還是格鬥 打我都沒什麼效果阿 我們就直接地裂打過去 幾掌齊齊阿 小朋友的把戲阿 讓你見識一下我們最強圖盾地裂 好 先制之爪觸發了 哇地裂也中啦 有了有了 任務 成功 真的厲害阿 被極光木耽誤啦 第二隻鐵包袱 鐵包袱兵器打我是4倍阿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用泰金化阿 泰金格鬥的話他也秒不掉我 我們就泰金格鬥打地裂 打地裂是怕他用替身啦 因為用替身地裂就很重的話 只是把替身弄掉而已阿 但是我們不能再聳啦 要拚就是拚到底 披瓦呢 不可能再用了 披瓦只是來披氣球的 哇很弄乾燥可以 哇太痛了吧要害 真的出來賽都要還的 這個地裂也中了 漂亮 直接收掉了 看來一級必殺好很多阿 30%一級必殺 要害才4%也不一定可以收得掉人 最後一隻是谷雨 谷雨速度是一定比我快阿 所以這邊又是關鍵的6% 那個衣穿傷完美ending 沒有噴射火焰倒了 那鋪斬將軍被噴射火焰打兩倍 像是我們突擊背心阿 試試看 他應該是講究... 尾巾 有機會扛得住吧 我們血量撐到滿 我們就打踢倒啦 反正我們地裂也用出來了 至少要贏嘛 來過一下 撐不住 蛤 是要害喔 欸 為什麼這個人要害也可以這樣子阿 那我們剩下最後的谷劍爆啦 但問題是說谷劍爆沒有帶聖劍阿 都是兵系跟惡系打他都是兩倍減半 還是我們就絕對領度拼下去了 用太精化了喔 他如果是講究為精化速度會比我快 我絕對領度一定要中阿 不然就要沒了 欸 太精草了 你太精草的話 我還可以冰住最極打你兩倍 哇這個操作 欸我速度比他快 那我們機會來了 分射火焰 打我是兩倍 那是什麼P帶阿 他們速度是比他快的話 我們就冰住最極阿 只要中了 這個遊戲結束 除非他也是P帶 行不行 OK 感謝指教 好險還有太精草 不然我還真的不知道這麼贏了 我說 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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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中文字幕——YK